这里是香港电台 民间故事 恨者武宠 上集 现在开始 小人武宠 拜见张东监 武宠 我问得你是个大丈夫 真好汗 英雄无敌 仲而弃之人 张东监太夸奖了 我又问得你在一个月之前 仲而帮助金眼镖诗印 罪打掌门神 夺回快活临 令诗印重霸孟州道 真是英雄概誓 你可知今天来到我府中 所为何事 小人不知道 请张东监言明 其实你到来孟州 我已问得杨谷原来 有一个打苦英雄武宠 只恨无缘识经 如今你来到孟州 那好极了 武宠 我想留你在我帐前 作为亲律 未知你意下如何 小人是个老城迎来的囚徒 又怎能够当此重任 你无缘推了 我敬重你是一个有意气的英雄 又是个意气子女 我将前正需要一个 好像你这样的好汉来办事 请你屈就一下 他人 我一定抬举你做一个军官 多蒙张东监禁抬举 小人愿意效犬马之路 事后张东监 好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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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 在 立即拿酒菜来 我要和武宠唱饮一番 知道 武宠 一会你用过酒菜之后 你就留在树过一夜了 张东监 小人想今晚回去 说声给私人知 然后再收拾行李 明天再到府中 不必 你就在树住浪 我自然会叫人通知私人的了 多谢上人 不必客气 老宠 今晚是中秋佳战 我在后堂鸳鸯楼安排延迟 庆河中秋 你过来坐下 跟我唱饮一杯 多谢张东监 喝吧 小人告退 你去哪里 夫人和内眷在这儿饮宴 小人应该回避 八别八别 我敬重你是一个义士 才特别请你来鸳鸯楼一同唱饮 你又需要回避呢 是了 义士不必回避了 请过来坐下一起饮宴 是了是了 无重 无谓这么见外 这些书又没有外人 来 坐下坐下 既然如此 书少人无礼 少人告助 好极好极 恩礼 在 同义士斟酒 遵命 来来 干杯 多谢张东监 恩礼 再 再 再喝酒 遵命 来来来 再干了你一杯 多谢张东监 恩 义士果然好酒量 夫人过掌 恩礼 再喝酒 遵命 嗯 来来来 再干杯 干杯 干杯 嗯 干杯 哈哈哈 义士果然好酒量 是吗 在 再看义士斟门一钟 遵命 喝 喝 喝 张东监 你对小人真是太好 嘿嘿嘿 你太客气就真 人离 再 再喝酒 遵命 嗯 老爷呀 嗯 如此良夜 不如叫玉兰出来 唱歌助兴呢 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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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玉兰出来 陪义士唱饮一杯都好啊 啊 日丽 是 请玉兰姑娘出来 知道 那问张东监 啊 玉兰姑娘是哪位 哦 她是我一个心爱的歌姬 啊 既然是张东监心爱的歌姬 你怎么可以要她陪小人喝酒呢 是 义士 玉兰只是老爷的一个歌姬 叫她出来唱歌助兴 和陪义士喝酒 亦无伤大雅的 是啊 是呀 玉兰拜见老爷 拜见夫人 不必多来 不必多来 是 玉兰啊 你一向精通音论 如今特意叫你出来 是想你唱一曲助兴啊 哦 呃 玉兰 你这儿没外人 只有我的心腹 没刀头在这儿 你就唱一曲 关于中秋对情景的 让我们欣赏一下 既然是这样 玉兰遵命 哈哈哈哈 好好 唱得真是好 哈哈 玉兰 你快点过来陪义士喝杯吧 是 义士 请干杯 多谢玉兰姑娘 是啊 文德义士 在景阳江上 喝了十几碗酒 还可以打死一只 吊精白鸭虎 更文德 你在三个多月前 喝了三十几碗酒 又打败掌门神 义士真是英雄概誓 玉兰姑娘太誇掌我了 是啊 不知道世上英雄 是不是都是这么好酒量的呢 哈哈 老爷 你看下 义士和玉兰 真是可以说得是一见如故了 夫人 请你不要吹笑玉兰 是啊 是啊 毛虫啊 未知你可曾吹妻呢 小人尚未吹妻 哦 好极好极啊 玉兰就有些小聪明 不单止精通音律 而且做得一手好针子 如果你不嫌弃的 就扎个梁神吉日 由我做梅 許佩玉兰被你遗妻啊 小人何德何能啊 小人 怎敢取张刀鑑扎倦遗妻呢 小人真是不敢高派 我一言计出 是绝对不会后悔的 你不要推堂了 我一定不会负药的 张刀鑑 小人不胜酒力 恐怕最后失业 小人就此告退 好好好 你就反回房中休息先 小人告退 张刀鑑对我真是太厚了 日后有机会 我母宠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他 不经不觉 我在张刀鑑苦中 都住了两个多月 自从来了这里 事务繁忙 我又没时间去快活林 和施恩见面 他经常派人来探问我 但都不能够进来内宅里面 只是由人代传一些口信给我知道 林朗 如果没有施恩贤 我都没有今天的地位 每天我都要去快活林 和贤一掌 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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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这么胆大 竟敢来张刀鑑苦中偷善 好 让我马上赶进后堂看看 玉兰 那财呢 义士 有财, 去后花园那边走去 好 让我过去后花园捉住他 交给刀鑑法楼 如今来到后花园 人影都不见一个 好 让我到处找找 让你躲在那边 抓财 绑住他 喂 你们搞什么鬼 我是武宠 是张刀鑑的亲律 并不是财 快点放开我 不要听他胡说 不要让他走 你们误会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张刀鑑 张刀鑑 我是武宠 他们竟然 你这个冲军贼 你本来是个囚犯 我尽力抬举你 未曾有半点规待你 我还请你到鸳鸯楼一起喝酒 还打算许划我心爱的高姬玉兰 被你围妻 真是枉我真心待你 张刀鑑 本来我想替你捉财 但是他们就当我是财 捆绑住我 我武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绝对不会做这些事 况且刀鑑对我这么好 我又怎会恩将仇报 稟鑑 我们在武宠的房间 收到这些金银器名 请刀鑑定脱 武宠 你好大胆 竟敢偷上我府中的财物 你看看 财物是在你房间搜出来的 如今证据确作 你还想抵览 张刀鑑 这些金银财物 全部都是那些为了公事 来求助于我的人送给我的 而不是小人偷取的 望刀鑑名刹 你不必狡辩 你来这些书只不过是两个多月 怎会有这么多人送金银财物给你 你分明说大话 小人不敢 小人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别多说 人是 封好财物 送去机密房查收 明天一早 押这个冲军财 去知府衙门救办 遵命 武二哥 武二哥 你怎么样 施燕帝 小弟来迟了 二哥受苦了 对了 燕帝怎么会进到孟州大路来探望我 是这样的 小弟闻得你在张刀鑑府中的事 又打探得到你被知府监禁在大路上 于是我立即去拜访康哲及 由于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又送了一百两人给他 叫他周全一下 所以我才可以来到大路见你 原来是这样 那个张刀鑑真是我 我 竟然撤下圈套来陷害我 我武宠和他无仇无怨 他为什么要害我 如果我能够保存性命 出不去 我一定会找他问清楚 二哥有所不知的 他我个朋友康哲级说 这件事都是张刀鑑和张田练 两个撤下的阴谋 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害我 张刀鑑和张田练 是结拜兄弟 对不起 如今掌门神躲在张团鑑的家中 而且要求张团鑑 买通张刀鑑来撤发害你 什么 豈有此理 如果让我见到掌门神 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如今掌门神用银贵露了上上下下的人 知府又帮他作主 他们一定要结果大哥的性命 什么 既然如此 我不能够坐以待毙 我要想办法走出去 找张刀鑑算账 二哥 你不用这么冲动 据康哲级说 只有一个叶好木 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 所以知府暂时都不敢杀害你的 叶好木 他是个什么人 据康哲级说 这个叶好木为人终直仗义 绝对不会陷害中梁 叶弟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二哥暂时 应该安心在牢中等候 小弟自然会尽量想办法 营救大哥出去 至于牢中的事 自有康志级维持 他和小弟是好朋友 他一定会怠慢二哥 而且在牢中的欲桌 我已经用银两买通了他们 他们一定会好好地对待二哥 嗯 这次真是累了燕帝 你为我操心 二哥何必那么客气 如今小弟立即去找叶好木 送银两给他 叫他多多周全 将这件案做得轻一点 而且叫他尽量拖延时间 等待六十日限满决断 而二哥只是犯了偷舌之罪 最不致死的 那知府就不敢在牢中加害你了 燕帝大恩大德 他日若果我能够保存性命 我一定不会报答你 真是福无从治 禍不单行 我以为由阳谷縣次配来孟州 在此之后得金眼镖私因汗状 从此就能在此好好地生活 谁知道又被张刀监他们串谋陷害 如今被师父赤帐二十 赤配恩州路成 最可惡的是张刀监他们串谋陷害于不宜 總有一天, 我武寵會回去找他們算帳 二哥, 二哥 前面那間酒店門口 站在那裡那個人, 豈不是施恩賢帝 二哥, 你終於來了 施恩賢帝,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從葉孔木那裡 打定得到二哥今天起誡 所以早就在這裡等候二哥經過 賢帝, 這次真是多得你為我四處奔波 我才保存性命 嚴帝大恩大德, 我也不知如何報答 二哥言重, 本來知府已在牢中殺害你 幸好葉孔木一力為辭拖延時日 終於熬到六十天閃門 後來知府又知道張刀鑑受了掌門神封口賄賂 而自己一點好處都得不到 所以他才肯放過二哥 喂…不要阻言時間了, 快起程 兩位警察, 不如請你去喝兩杯酒吧 咦, 不必了, 武蟲是你個大賊 如果我們吃了你的酒菜 明天被知府大人知道了 我們就會受罰了 你還是快點讓開, 等我們起程吧 是的 兩位警察大哥, 這裏有十五兩銀是送給你們的 不用了, 我們不能要你的銀兩, 你們還是收回它 既然如此, 請兩位警察大哥看在私隱面上 你在下入酒店之內, 拿兩碗酒給武蟲二哥喝好嗎 那好吧 多謝兩位警察大哥 豬哥, 請你喝了這兩碗酒, 之後再起行 多謝賢弟 賢弟, 韋興如今才留意到你顏局有一大片瘀痕 究竟為甚麼會這樣 實不相瞞 小弟自從去牢中與二哥相見之後 被知府知道了 他又不時派人去獄中點襲 那個張刀鑑, 有沒有人在牢中附近巡查 所以小弟就不能夠再進牢裡探你 唯有到康志及家中打聽你的消息 難怪, 不見你再去探我了 後來在半個月之前 小弟正在快活林店舖裡 那個掌門神就帶著一幫惡漢來搗亂 小弟被他打了一頓 他還叫小弟向他賠罪 如今快活林酒店的生意 下不難都被他搶回 豈有此理, 掌門神 我武蟲和你勢不兩難 二哥, 這些事由他 是, 是的, 我今天帶了兩件棉衣 一雙馬鞋, 是被二哥路上穿的 還有, 我還煮了兩隻熟鵝 是被二哥吃的 好 二哥, 賢弟對武蟲實在太難 別再說了, 我們還要起程 是的, 差大哥 二哥, 這裡有一包碎銀 請二哥留在身邊再盤穿 二哥, 一路保重 賢弟放心 到了欣州 我一定想辦法 叫人帶個口信給你 還有二哥 好, 路上要小心提防 這兩個戒菜不為好意 喂, 你們找甚麼 賢弟請您放心 武蟲自會保重, 請 請 為甚麼還不見他們兩個 你這個家伙, 想害我 好, 我暫時不理你們兩個 我吃完這隻鵝 再看你們有甚麼壞主意 他們來了 不錯 前面路邊有兩個人 都陪你邀道 還不時跟這兩個戒菜未來眼去 看來他們四個當然不壞好意 我要小心提防 喂, 武蟲 我們就在這條闊板橋休息一下吧 那兩個都跟過來 站在橋的另一邊 看來他們想動手 兩位警察大哥 這家是甚麼地方 你又不是瞎 你不見橋邊的牌額寫著 飛雲譜嗎 看來我武蟲今天要大罵飛雲譜 喂, 你走到哪兒 我想過去解決站在橋邊那兩個人 武蟲, 你… 糟了, 武蟲解開了家嫂 我們兩個快點走 你想走到哪兒 好, 我用這把刀送你去黃泉龍 死了 救命, 救命 我看你走到哪兒 好運搖命… 老實告訴我, 是誰主使你們來殺我的 好漢, 小人等本來是掌門神的徒弟 是師父和張團煉定計 要我們來這裡殺了好漢的 可惡, 你師父掌門神如今在哪兒 小人等臨起程的時候 師父和張團煉都在張都鑑府中 後堂鑫鑫樓上喝酒, 等候小人回去復命 好, 既然如此, 就不能放過你 走 如今雖然殺了這四個狗賊 但還沒殺張都鑑, 張團煉, 掌門神 怎麼虧得我這口氣 好, 我馬上趕回到孟州 殺了你們三個 哈哈哈, 張都鑑, 今次真是多得你幫小人報仇 小人定當重重報答你 哈哈哈, 如果不是看在我的兄弟張團煉面上 我是不肯做這種事的 哈哈哈, 是的, 是的 是, 雖然你是花了一些銀兩 但是我的計策, 亦安排得天衣無縫 那武寵死了, 亦都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 張都鑑對小人的事 實在浪費了很多心神 小人都覺得不好意思 如今, 我看他們四個 已經在飛雲埔結過了武寵 等明天他們回來, 就自然會清楚的了 哈哈哈, 當然啦 所謂雙權難敵四手 而且我又吩咐了那四個徒弟 一定要拿到他的人頭回來覆命 哈哈哈, 相信再多幾個武寵 勝命都難捕了 哈哈哈, 沒錯, 沒錯 來, 張團煉, 掌門神 嗯, 我們一起乾了這一杯 好啊,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哈哈哈, 你們三個都算好事多為 啊, 武寵, 怎會是你啊 剛才一節, 民間故事 《恆者武寵》上集 在由何楚雲編道, 逆賓編劇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小間 sev景 天他 蛇 女